哈囉大家好,我是阿翔 那接下來這個影片要跟大家介紹的 是Brother的Liveframe的標籤機 那我這支影片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這一個更換標籤帶的功能 那剛剛之前的影片,其實我已經有 直接輸入過文字 然後做了一個我自己網站的像這樣子的標籤 那這標籤是它裡面預測提供的 Liveframe的圖樣的這個標籤帶 那其實這個標籤機好玩的地方就是 它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種類的標籤帶 是可以更替來使用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有哪些標籤帶 好,我這邊手邊有其他的Brother的這個標籤帶 那因為這台機器它支援的是TZ1的TAP 所以它這邊大家如果在買的時候 可能要特別注意一下 你也要選擇是TZ1的系列 而不是另外一個系列叫DK系列 兩個系列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標籤帶的包裝 好,那背面這邊它其實會有這個標籤帶 它的一些顏色的設定 好,然後還有尺寸 那這台標籤器的話它是支援12mm以下的 所以它也支援9mm跟6mm 大家在購買的時候可能可以注意一下 好,那這個標籤帶的話它其實 包裝其實蠻容易撕開的 它這邊其實有設計切口 你就不用去上面去找這個切口 它切口其實設計在這邊 我們就可以從這個切口把它撕開 好,撕開之後呢 它裡面就是標籤帶 好,那標籤帶這邊預設在 標籤帶出口的地方它有一個指板保護 它跟你講說用之前要把它拿下來 好,用之前把它拿下來 這邊就是標籤帶的出口 好,那我們現在來更換這個標籤帶 那它的這個顏色也是白色啦 那它是有帶灰底 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好,那我們先把機器關機 好,我們把機器翻過來 其實它這邊這個標籤機設計有一個巧思 就是在這個底部的地方 它其實有一個透明的小窗戶 其實你不用打開面板 背後的面板就可以看到 裡面是什麼標籤 其實這個設計還蠻貼心的 好,那我們來把它打開 好,那標籤帶的更換其實非常非常簡單 你可以看一下我把它轉成正面好了 那關機之後呢 其實就可以直接把它兩端拿起來 我們就直接往上抽 就可以把標籤帶拿起來 那你也不用擔心說這個標籤帶我會裝錯 因為其實在這個標籤帶的這個槽裡面 它這邊其實就有一個圖樣 所以其實你要裝錯的話 是還蠻不容易的 那其實我們就把這個位置對準 照這個圖對準 然後它這邊有幾個孔洞 其實你就直接的 把對應的位置 我們把它置入進去就可以了 像這樣子 好,壓進去 再把面板蓋起來就可以了 好,就完成了 好,那我們再把電源打開 好,那其實電源開關 它其實會保存我們最後一次編輯的內容 好,那我們這邊就可以看一下 好,一樣喔,我可以預覽 好,預覽內容 一樣去做列印 然後選擇我的份數是一份 確定 好,它就 好,我們就可以利用不同的標籤帶 我們來引出相同的內容了 好,裁切 好,我們來看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顏色看起來是比較淺一點 所以看不到任何的圖樣 它其實 好,它其實這個標籤帶就是透明的 透明的標籤帶 就只有文字 是比較樸素 那原本它附的這個Live Frame 的這個標籤 它是比較滑巧的 我們來比較一下看看 好,那接下來我們一樣 我們可以再更換其他各種不同的 標籤類型 其實它的標籤類型還蠻多的 好,這是原本 原廠裡面預付的 Live Frame 那我們再看一下還有什麼 好,其實Brader還有出其他圖一樣的 像這個是Snooby的 也非常非常可愛 有Snooby圖案的 好,另外我們可以看看 這邊還有其他的 這個是Lala熊圖案 是黃色的 標籤帶 好,另外還有非常非常特別 就是它有特殊的材質 這個是 斷帶材質 的 標籤帶 這邊有寫Ribbon 然後它是九紅色的 好,這次 真的是斷帶喔 那它很漂亮的是 它的字是金色的 那我們來試試看 用這個標籤帶來印看看 好,一樣 先關機 翻過來,我們把機器打開 好,一樣的方式 我們把標籤帶移除 好,再把剛剛這個 斷帶的標籤放進去 好,照著它的方向就可以了 好,放進去固定 好,後面的蓋子蓋起來 好,打開 好,打開 那一樣 先預覽一下 內容沒有問題 好,按下列印 一份 確定 好,很快的 幾乎是我按鈕按下去 它馬上就跑出來了 好,印出來就是一個紅色的斷帶 好,裁掉 好,有沒有發現 哇,這個斷帶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 因為它是九紅色的斷帶 但上面的文字竟然是燙金的 好,那這個斷帶可以用來做什麼呢 譬如說你想要包裝禮物的時候 這個斷帶上面就可以印上 這個非常可愛的圖案 好,那另外你也可以拿來當作是裝飾 裝飾你的筆記本啊 裝飾你的一些文具用品 其實都還蠻好用的 好,那這個 標籤帶的這個 不同種類標籤帶的替換跟使用 那這個影片就介紹到這邊囉 掰掰